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把一张照片转换成笔刷 以及要教大家如何把你的手写签名 也转换成 Photoshop 当中的笔刷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吧 哈囉 欢迎来到收视频时间师 我是 Jimmy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把一张照片 转换成笔刷 以及要把你的手写签名 也转换成 Photoshop 当中的笔刷 那我们可以进入到 Photoshop 当中 看到我们今天的范例图片 首先我们要把这张照片 转换成 Photoshop 当中的笔刷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把一张彩色的照片 转换成 Photoshop 的笔刷的话 这张彩色的照片会变成一个灰阶的影像 什么是灰阶的影像呢 它就是会变成一个单色的图片 然后会有明暗对比的产生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黑色影像呢 它会百分之百的上墨水上去 白色的地方呢 它不会上任何的墨水上去 也就是不透明度是零 黑色的地方呢 不透明度是一百 那中间的就是一到九十九 所以我们把这张照片 转换成笔刷的时候 白色的地方它会变成透明的 黑色的地方呢 它会百分之百的上墨水上去 所以我们要把这张照片呢 背景变成透明的 或者是白色的 这样你的笔刷呢 才会有个透明的背景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我们要把其中一只鸟呢 变成我们的笔刷 我们可以先选择 举行选取工具 然后把我们的鸟 选取出来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只 把它框选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的背景 已经是白色的 如果你不是白色的背景 你要针对这个主体 做一个去背 那这张照片 因为是白色的 我就不做的调整了 然后选取出来之后 我们选择编辑里面的 定义笔刷预设级 然后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一只鸟 就转换成我们 Photoshop当中的笔刷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针对这个笔刷呢 来做一下命名 好 这个笔刷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新建一个 纯色的背景 这个背景呢 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 先选择蓝色好了 那这个蓝色上面呢 我们建立一个空白的涂层 这个涂层上面 我们就是使用我们 刚刚建立的鸟的笔刷 那这个笔刷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现在前景色选择白色的话 这一只鸟的笔刷呢 它就会变成白色的 那你可以发现 有些地方好像呈现蓝蓝的状态 因为呢 这一个灰阶呢 它不是纯黑色的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笔刷 呈现这种半透明的状态呢 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处理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第二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是我在纸上手写的签名 可以看到 它是纯白色的背景 那字呢也是黑色的 但是呢 它不是纯黑色的 所以这时候 如果我们把它转换成笔刷的时候 它就会带有一点透明的感觉 好 那我们要如何来处理这样的状况呢 首先我们先选择我们的选取工具 然后把我们想要的签名呢 制作成笔刷 我们把它框选出来 像我想要这个签名 我就把它框选出来 这样我们可以按Cmd加J或是Ctrl加J 把这个签名呢复制出来 然后呢我们把背景这个图层的小眼睛先关掉 我们专注在这个图层1 也就是我们的签名这个图层上面 我们要把它的背景呢 变成纯白色的 因为我们的纸可能不是纯白色的 然后把我们的字呢 变成纯黑色的 因为它如果不是纯黑色的话 呈现出来的笔刷 就会是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好 那我们可以选择调整里面的色阶 然后我们选择黑色的滴管 针对我们想要变成纯黑色的地方 做点击 像是这个文字的地方 我们把它做一下点击 那你可以看到背景呢 变得不是纯白色的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白色的滴管 针对我们希望变成白色的地方 稍微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背景呢 还是带有点脏屋 那我们可以使用 滤镜里面的表面模糊 来处理这些脏屋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如何快速的来处理掉 背景上面的污点或是脏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右上角的资讯连结 里面有教大家详细的 如何处理掉背景上面的污点跟脏屋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图层1 我们记得要点击回图层1上面 选择滤镜 然后呢 进入到模糊选项里面 选择表面模糊 在这里呢 强度我们先调整到100 然后临界值往回拉 拉到最低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慢慢把临界值往上调 到我们的这些污点脏屋都不见的时候 我们再停下来 我们看一下前后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还是有点污点脏屋 这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样子 污点脏屋就不见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的状态 这样子呢 我们再把这张照片转换成我们的笔刷的时候 它就不会呈现半透明的状态了 那再来我们要点击我们的图层1 我们按住我们的comment键 或是control键 点击我们图层1 这样子呢 它就只会选择这个图层 而不会选择整个背景图层 因为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笔刷呢 这样子因此变小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编辑里面 选择定义笔刷预设级 再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笔刷进行命名 然后按确认 好 这样子笔刷就建立完成了 现在我们的签名转换成笔刷之后 它就可以变成一种笔水印咯 我们可以在背景图层上面 新建一个空白的图层 或者是你直接概念到背景图层上面也是可以 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刚建立的签名笔刷 然后签名色选择白色 然后我们做点击 这样子我们的签名呢 也就是这个笔水印 就到我们的这张照片上面了 那如果你觉得建立出来的笔刷呢 它有点歪歪斜斜 或者是你想要调整一下它的角度的话 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原本的图片当中 我们针对这张图片呢 做一下变形调整 我们按Ctrl 加T 或是Ctrl 加T 调整到你喜欢的角度 然后我们按确认 这样子呢 我们再进入到编辑里面 选择定义笔刷预设级 现在笔刷呢 就会变成正的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调整之前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调整过后的样子 是不是笔刷呢 就变成比较正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跟订阅 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一部教学影片再见咯 拜拜